国语有生善书 南天虚缘唐善书 昆道与习气 主著先佛为九天玄女 此书为女性成道宝典 九天玄女将 诗曰 老倪贤作醉翁亭 古似黄黎自在明 出秀拂云书认卷 此生心地放光明 圣事 无今日降注 昆道与习气 第29章 女子喜自娇金 窝垂无礼 自称自喜 欲令人未知 女子喜自娇金 窝垂无礼 自称自喜 欲令人未知 即是指有些女子喜娇慢 供高诚信 无理取闹 自己没有理由地称怒或高兴 故意使人摸不凿头绪而不未知 昔时有一女子性格飘悍 暗不服人 且喜怒无常 令人难以捉摸 婚后不仅经常与其夫争执 对婆婆异常不敬 时有犯上之言 其婆婆常受欺辱 久欲成病 终于卧床不起 为久及一命归息 一年多后此女子罹患脱居之症 感激走路皆一拐一拐 夜间则噩梦连连 常见无数之恶犬穷追猛咬 虽经家人严医治疗 但因此病与业障有关 非单纯要力所能及 故皆未见起色 如此历经一年多 病情每况愈下 最后贪软于床无法行走 日日哀嚎 而乡里之人闻之 皆未其乃自作孽 恶人自有恶来磨 幸此女子良知未敏 知道此未往昔所作诸恶业之官 故而生起忏悔心与善根 因此后来的寓意有得之大夫 开药方治疗 经时于日后创口收敛愈合 虽无法完全痊愈而留下残忌 然中能保住一命 应验了夜报差别经所云 若人造重罪 坐以身自责 忏悔更不造 能拔根本业 一念称心起 百万丈门开 亦称能摧毁一切诸福善 若心执着称 亦疾不寂静 喜热意难生 烦躁不成眠 且称令亲友宴 安热不久住 故不论遭遇任何事 莫挠欢喜心 因为忧闹不但无济于事 反而会失诸善行 若世上可谓 云和不欢喜 若已不济事 忧闹有何意 若一个人没有称恨 即使遭受轻蔑 闻受粗鄙语 其心中仍是清静无结构 若心不清静 即使辱骂他人 也会如尘土般被逆风所拂 而自污其身 故事之人于日常生活中 若能修行调试 即不会终日随外缘之境而呼喜 忽忧 忽贪 忽称 隐蔽良知 反而能见达面上无称事供养 口里无称出妙香之境界也 女性其实比男性更容易正果回天 九天玄女在此书告诉大家如何修女性伟大的德性 不管是男性或女性皆要学习 一定可以成道 望大家可以求道 找有天命之一贯天道 或去圣堂 虚元堂 明正堂 拱恒堂 还有替自己生前筑集灵修院 五庙明正堂的无极正道院或一赤拱恒堂的浩天子寿灵修院 可脱离轮回 请同时也筑集弥勒净土 请联系异赤拱恒堂师兄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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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九天玄女 此书就是女性成道正果的宝典 若女性可以做到 一定可以正果 男性也是 可以从此书学习道德性 应用在日常 相信很有帮助 虚元堂是一间非常好的圣堂 有许多善书可以注印 他们目前有建庙 点灯 元臣 健康 月老 福禄 请搜寻虚元堂 天啊 天啊 在女人时的表现 有许多善吗 天啊 祝福大善 最后 水 湯 湯 阿弥陀佛 求道的好处真实不虚 一求道后仍记得三宝且功过相抵后为功大于过 可回天接受正果考验通过后可入天佛院 弥勒佛国无极天或诸佛净土 二求道后上天会派一位护法神随身 但若退失到心护法则离开 亲口后则又多派一位 三求道后去佛堂班会听道里 在地府或地狱受苦祖先可到现场接受法语滋润 四亲口后减缓杀业讨报 诚心可获得无量福报 但以消自身六万年来业障为主 了业回天舞 修道后有许多考验 通过考验可抵消业障讨报 又可晋升自身道果 一举两得 诚心修道者 祖先可脱离受苦 至地藏古佛处修行 六太多好处 法会听课等于增进智慧 班会服务等于累积功果 早晚献香等于永续会命 亲口如素等于福德俱全 度人修道等于功德无量 七求道后 一生不退道心 不离佛堂 心中有道 不害人 不骂人 不破坏道物 往生后 三观没通过 可免去地府地狱 可去寄功活佛的净土南平山去修行 各位善信大德您好 由于天使紧急 应赶紧行善度重 以弃天心 南天虚元堂之庙院已建成 希望大家可才不识 护持庙堂之永续 多注印善书 光临虚元堂已受先佛普照 相关资讯可至南天虚元堂网站详阅 喜欢影片记得按赞或分享 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上天的用心 记得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 未来会随时公布新的影片哟